歡迎收看今天的拜託炮戲 No Mercy 又到了每個禮拜五 我們最專業又最歡樂的隔二期節目 大家好我是Ruby 大家好我是葉子 我們今天特別開評Tommy 我現在都越CUE越快 導播快要跟不上我的速度 Tommy 怎麼了嗎 講話 我們那麼沒默契 我們都已經認識那麼久了 想說你應該跟大家好 我今天擺POSE 你今天先擺POSE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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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因為那個CHACHA跟那個RB都還在路上 然後那個我們今天的預告圖 其實我們除了Tommy之外還有那個Remi 不過他會晚一點才跟我們一起來同樂 因為今天前面兩part的節目內容 這是非常硬派 非常硬派 非常硬派 我都很深怕我旁邊這位美女主持人 可能那個到一半的時候睡著了 不過這也表示我們這個三月一到 這個 賽事變多了 比賽的消息變很多了 那那個第一場白金賽Final Run也才剛結束 所以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跟 比賽的消息要分享給大家 覺得 那當然大家也會很關注就是其實 明天 就有一場在泰國所舉辦的CPT 積分賽 雖然只是積分賽 但是我們台灣出征的陣容相當的堅強 豪華 亞洲統神要對TOKIDO嗎 亞洲統神 亞洲統神 直接拉一個宣傳畫面 就是那個 那個A加Gaton vs Tokido 就是那個航行在那個機場走那個快速通道有沒有 他不是比個什麼夜什麼的 然後旁邊就放TOKIDO 搞得兩個已經要兩個死對頭 他他可以 那個是那個是誰PO的 那個PO直接就對上是不是 他們兩個同一個PO 那也不見得會對上 因為散神錶已經排好了 如果統神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他前面兩場贏的話 然後如果前面兩場贏的話 那就會遇到 基本上很多不利因素都排除 原本那個PO還有捷娃 捷娃不去了 來自中國的 捷娃不去了 對 就是說統神可能還要先打捷娃這樣 結果後來就因為捷娃不去了 所以就是變成好像有點 光明大道開啟那種感覺 他也要過前兩位 後來第一關就下去就尷尬了 真的 統神現在可是鑽石等級的 而且他那個 他那個下面的內容還有講說 就YOLO選手表示 統神現在的實力已經 超越一般玩家 有職業選手都可以 YOLO 溫性選手 動作超快的 對 我覺得TOKIDO看到這個應該會覺得 這什麼東西啊 我想說這是誰啊 哪裡來的 超帥的好不好 TOKIDO應該不認識統神吧 沒關係他這一次就會認識 就會認識到 他就會把他打包 為什麼因為Burdy打好鬼是有利的 搞不好 出名就趁現在了 陽明立萬 真的一戰出名 哇這個比去年卡杯冠軍MenaRD還要強 還還強真的 因為那個 人際議題的程度 人際議題 不會輸給MenaRD 真的耶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發現玩Burdy的 欸 可是 你看看去年卡杯冠軍MenaRD那個 南美的那個位選手 南美小胖 然後跟統神 都玩Burdy的 不要忘記我們Tommy也是玩Burdy 喔對 可是為什麼你就沒有人記憶體的情況 所以你比較弱嗎 所以你比較弱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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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選 我是選那個比較壯的那個Burdy 喔 就是變胖 變胖之前的Burdy Skin先回到ZERO那一代 沒有辦法人際議題 不行不行 我不要這麼墮落 哈哈哈哈 現在是墮落是不是 OK啦 好啦這個 我們今天其實有這個 相關的泰國這個 其實它正名叫做 Tiger Upcard Tiger Upcard 其實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一個賽事 幾乎每年都會舉辦 那我們在今天大概第二part的時候 會來跟大家提 介紹一下這場比賽 然後還有一些內容分析等等 之類的 大家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總結的呢 兩位主持人還沒到 所以呢 我們先來提一下一些新聞 第一個新聞 其實是非常值得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石油王大消息 這個在昨天公佈了 加入韓國的職業戰隊UYU 恭喜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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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真的是非常開心 因為 沒有任何事情 是比不過這個 有贊助出國比賽這件事情 就對選手來講 重要性 重要性 因為 大家 因為我相信觀眾也都是老觀眾 所以就知道說 有沒有贊助去參加比賽 其實是差非常多的一件事情 贊助的程度也 也有差 這個不好說 這個不能拿來檯面上講 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群組大家是一下閒聊 所以Ruby應該也知道 對啊 就基隆東說要掛CK1 然後 Tommy說要掛那個胖老爹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群組 就大家在講說 我說太好啦 恭喜石油王要簽啦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希望群組大家都可以變職業選手 然後小巷馬上就跳出來說 好啊 那這個群以後不是職業選手 就踢出去 這麼 很尷尬的是我也在裡面 然後Tommy也在裡面 基隆東也在裡面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Ruby就專心播報就好 不要想 好啦先幫我找台階下 然後你們兩個互掛對方 對 互掛 然後基隆東挑戰說 沒關係啊 還好我可以掛胖老爹 Tommy可以掛CQ 他說這樣 這樣好像怪怪的 那我們互掛好了 對 他掛自己 互相贊助 拿蛋糕換炸製 所以我們還可以繼續留在裙子 真的是夠了 欸 但其實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啊 我心裡還想說 欸YUUGG是什麼 什麼故事 我又點進去他粉專看 然後發現 粉專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寫對不對 非常神秘的一個戰隊 其實我也是在今年看到這個 NL的衣服 就是 不是台灣那個NL啊 就是韓國那個 Kami玩家 那個Kami玩家 當然他穿著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因為他去年為止都是沒有贊助的 然後今年一開比賽就是有掛一個贊助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 一開始第一個會先聯想到說 這應該是韓國當地的職業戰隊 這樣子 因為國際上知名度沒有那麼好 可是後來一查 我查比較深一點 我那時候跟另外一位Steven 因為是昨天的消息 便當王 對對對 然後一直查一直查 查到他的推特 發現他簽了兩名非常知名的鐵拳玩家 因為韓國當地當然是鐵拳中最多 其實韓國當地的格格遊戲是鐵拳比較新盛 跟快打比起來的話 包含江定 包含這個 另外一位 我忘記名字的 都是兩位非常資深的鐵拳玩家 就隸屬於這一個戰隊 那他們從今年開始 簽了NL 然後再簽了石油王 等於是說他們正式宣告 他們這個戰隊也跨足到快打這個領域 所以目前快打選手就是這兩位 還有一位美國的 但是我那一位我真的不是很熟 詳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推特 其實他有寫說他簽約了哪去簽收 可是比較迷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職業戰隊背後的廠商 因為一般來講 職業戰隊後面都可能會有個 背景之類的 sponsor之類的 我知道啦 但是這個留給石油王講 等他回來的時候講 因為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講 喔對啊 那等到本人來上節目 有這麼隱密嗎 通常這種 因為不是公開知情欸 真的找不到 公司網頁什麼戰隊的 他的老闆 知道他的老闆是誰 然後在做什麼 但是 因為這是我們私底下的 對啊 我覺得還是讓石油王 石油王可以 之後凱旋歸國的時候 上節目跟大家聊一下 對對對 喔對啊 Steven在聊天室哪 都Quindance Quindance Quindance就去年 那個鐵拳冠軍喔 對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組合也算相當不錯啦 還有人說Briant F喔 美國Briant F那也不錯 好 那總而言之呢 有贊助是好事情 不過聽到這個消息 我是有點感慨 因為你看台灣目前就 快打界這邊是四個職業選手 四位 總共四個職業選手 包含小巷 石油王 小寶跟這個淡水 那只有淡水一家是本土企業 也就是 布魯克淡水贊助嘛 對不對 那其他三家分別是 日本 韓國 香港這樣子 小寶是香港 不錯啊蠻厲害的 台灣選手也可以走到 國際化 國際化 這點其實是蠻好的 但是我是希望能夠有 比較知名的台灣大廠來贊助 就是由台灣本土的廠商 對對對 這樣子對 其實對整個環境來講的幫助會比較大 不過這 我們還要再努力 應該說整個社群來講 還是需要再更加努力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市場本來就跟其他電競的項目比起來 本來就不是那麼大了 對啊 不要說英雄聯盟那些都還是主要項目嘛 所以我們曝光度還是差了一點 有機會啊 搞不好哪天周董心血來潮 握到搖桿 這可以喔 好像很好玩喔 哪天這一廳又簽了 一次簽了好幾個去打怪打 也是有可能 拜託拜託把我們那個群組全部簽下來 全部都簽了 這樣就不會被提出群組 大家都可以在群組裡 好啦那個總而言之就是希望 今年除了這四位之外 我們還可以再聽到 比如說RBR或者是YOLO等等之類的 大家這些很厲害的玩家 都有辦法拿到sponsor 這是我個人很希望 因為他們去 這樣子他們去比賽的負擔就會比較小一點 而且也更多的曝光 好不好 好 那首先我們來進第一個新聞影片 那個日前任天堂在YouTube 這個 我記得他這個不只在YouTube上面放 沒關係 這個是Nindis Showcase Spring 2018 應該就是他一個春季的發表會 包含了許多獨立遊戲 其中裡面居然 因為其實任天堂上面 格鬥遊戲並不是主流 那不過這邊 突然公佈了一款 新款的叫Fine 不是Final Fantasy 抱歉 差點講錯 完蛋了 這個是Fantasy Strike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喔這個風格 怎麼很像劍本 剛剛第一 這個風格 比較像K.O.F吧 有 那麼一點 這樣 有點縱渴 對 有點縱渴 比較像台灣那個縱深之縱渴 也有 對 你是用手繪風格吧 時間停止 不過那個腳道好顏色 而且還有K.O.F 還有時間站停 我記得這一個影片好像 就是這一個遊戲好像其實蠻早 早在去年的時候就有公佈類似的消息 不過那個時候消息還沒很多 這樣子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一下 他目前好像 我印象中他就是有說 今年夏天會 預定會上 可是詳細的事情還沒出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因為其實 既然是任天堂公佈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在Switch上面出 雖然資訊還沒有很多 但是 Switch上面有隔二遊戲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一件事情 包含其實我們 即將在5月要發售這個 30週年的 快打雲風合集 也會在Switch上面出 那我出門前 有獲得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在Switch上面這個版本 它會多一個大會模式 就是30週年的部分 因為它 這個合集會出在PS4 Xbox跟Switch 那Switch上面 他可能就是要鼓勵大家去買Switch 你說只有Switch單獨有的 有多一個模式出來這樣子 對 那在前一陣子呢 我看這邊 我看我們今天有沒有寫 沒有寫 沒關係 那我就口頭補充一下 這個30週年的合集呢 目前可能的情況是 可能會延期 原本說5月 那日本這邊公佈說 有可能會延期 那至於延到什麼時候 還不知道 那日本延期的 台灣會不會跟進 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消息 有確定我會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這一片 大家期待滿久的 包含了2代 3代 2代跟3代 還有1代 然後各個版本都收入在裡面 而且是在 4 4代主機上面 第一次有這樣子的發售 雖然說是超人版 但是呢 它 在前一陣子也公佈了說 它裡面會附一個下載碼 那你有這個下載碼 就可以直接下載免費的4代 4代 4代不用錢耶 免費的 對啊免費的4代 你想想看 USF4的下載碼這樣子 所以你就等於是說 買了這一款遊戲 你就把 除了5代以外的快打 你都可以玩這樣子 嗯 也不錯啦 也不錯啦 因為其實4代當然像 到現在可能你線上要玩 比較找不到人玩了 對啊 不過 它現在出了之後 可以稍微刺激一下 讓這個玩家稍微回籠一下 會嗎 摸了5代還回得去4代嗎 嗯 有些人還是比較喜歡4代的風格 而且還不少 是嗎 光台灣這邊就不少了 現在台灣 因為 5代沒有出街機嘛 沒有 對啊 台灣的街機都還是 還是擺4代在那邊 還是有些人 如果它出在Switch上面 搞不好以後都很方便點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好啦 總而言之 有出是有好事情 有出就是有好事情 好 下一款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好一陣子沒有 應該是說一直都持續有消息的鐵拳漆呢 除了前一陣子公佈了這個Nactus參戰 也就是我們王子 已經正式上架了 那聽說那個王子的評價還不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就是很膚淺 也不能說很膚淺的理由 就是我問了那個小黎 就是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鐵拳重置衣嘛 對不對 我問說他強不強 我說強 我問他說為什麼 因為 人家鐵拳每個角色都是用拳頭打 你用刀打 他有刀 我就是比你遠啦 我就是比你遠 抱歉 我就是比你遠 而且連段傷害什麼都還不錯 對 那目前的評價是大概在A左右 這麼好 而且國外玩家對 這一隻的評價也都蠻高的 不過要等過一陣子 看比賽會不會有人拿出來用 如果評價不錯的話 我覺得在比賽的 鋪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會比較高一點 不會像那個機師 到目前我看比賽就還剩少人在用 像布蘭卡還是 布蘭卡還是 布蘭卡 我覺得我們這個Final Run的時候可以稍微聊一下 對 我們Final Run的時候可以稍微聊一下 那我們除了鐵拳棄除了這個網址的消息之外呢 就是 這個比較跳通一點 我們直接看影片 這我昨天看影片 覺得還蠻 這個是第一款合作是Idle Master 第二款是泰國 多可愛 你還沒看過 哈倫還沒看過 哈倫還沒看過 哇 就是出衣服吧 把衣服套上去啊 每個人穿同一套就對了 我不知道男角可不可以穿 打起來超帥的 打起來也很有感 Elyssa的臉搭那個衣服看起來超維合 很快很快 你玩男角沒關係我放一個心理人偶在你旁邊 像這種就是 日本他們很習慣把這個自家產品 然後就是直接合作 這個要說跨界應該算跨界 因為它就是一個是VR體驗遊戲 一個是格鬥遊戲他們跨界合作 雖然說自家產品這樣 然後他們自家產品他們就這種跨界合作他們叫什麼 collable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這款遊戲 比如說我今天是shadowverse今天跟Fate合作 他們叫collable就是兩個很大的IP合在一起 這是collaborate的日文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看說每一次的合作他都會有這個名字 然後這一次這個夏日課程的這個合作 我一開始看他消息是說 那個大台限定 可是後來又沒有寫了 我不知道我不太確定 不過我覺得賣這個Skin當然是一定會有人買單 所以因為夏日課程其實也算是 PSVR算是非常劃時代的一個產品 不是我在說 因為我個人也有買 真的是還不錯 可惜遊戲內容就是還是比較偏時間性一點 所以沒有辦法玩很久 玩這個遊戲大家都趴在地上玩嗎 沒有啊 趴在地上就會 抬頭往上看 趴在地上就會出現那個超出遊玩範圍 你忘記了 第一件事就先講講話 然後就趴在地上 然後抬頭 你也太快了 你也太快了 直接趴在地上那太快了 然後總而言之 我就覺得這樣子的合作再往後會越來越多 而且大家可能會 一開始會覺得很驚訝 可是後來自從上禮拜我們看那個 那個巫師山的男主角跨到劍魂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嚇到我們 就是已經 大家已經快要被這個東西給麻痹掉了之後 那這些廠商要用什麼東西來刺激消費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有如果他今天反過來變成鐵拳角色 可以在VR裡面攻略的話 就挺有搞頭的吧 三島一巴出現在你的房間裡面 趴下來抬頭就三島一巴 嘟泥巴掌 一開門看到平八 錯錯了 對不起 關起來 還不錯 我們今天把這一段送給原田 原田P 我們要剝給他 不要鬧了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款 這個是KOF14也沒有閒下來 這個前一陣子公佈了這個 四個角色的剪影 我們終於可以看到第三隻角色影片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全新的角色 這是全新的角色 他也有研發黑龍波耶 又有又有 那算是全新的角色 WAR 帥 這個生優式服務員凌香 這個是KOF14在預定在今年要... 剛剛最後也公佈了這個DLC會在4月的時候上 那總共四隻角色前面兩隻已經公佈了 這是第三隻Nuget是全新的角色 沒有在系列做登場過的 沒有在系列做登場過的 那也是表示這個 SNK其實是很 一直在想辦法讓玩家的口味變得比較不一樣 就是想辦法讓他們去接受一下 除了KOF一些經典的角色之外 多一些新的原創角 就像其實快達5那個時候 一公佈說去年的那個DLC全部都會是新角色的時候 那個時候帶給大家那種震撼感 以及不確定性會比較 有點像季節帶又怕受傷害那種感覺 是啊 對對對 因為像你看KOF都已經出到14 然後快達也出到第5代 那這個IP有辦法維持這麼久 其實就累積了很大量的這個忠實粉絲 喜歡這個遊戲十幾二十年了 那你其實每出一次全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玩家來講都是一種挑戰 對公司本身啦 我覺得對公司本身 因為你就是要去challenge他們嘛 那萬一這些老粉絲不買單 那你就是流失掉這些粉絲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所以可是 遊戲界現在變動這麼快 然後現在晉升又那麼激烈 我覺得這個都是必要的 那快達就算是蠻成功的啦 快達就是蠻成功的 因為他新的角色其實特色都還蠻多的 那現在就看看SNK能不能效仿一下 還是要一直要有新的角色 對對對 你不能每次都是靠 你不能快達每次都靠龍肯 每次都吃經典角 對啊 不能每次都龍肯好鬼在成場面 你還是有一些新的 老師那些老屁股看了也會煩 要有一些新面孔對不對 也是啦也是 那總而言之KLF14的這個全 包含第四隻的DLC角色 會一併在4月的時候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再來 這個是最近話題也是很多的 七龍珠Fighters 推出了悟空他老爸的影片 他們都長那個樣 就悟空啊 只有綁了這個紅頭巾 然後臉上有個疤 布羅利就是練很棒的悟空 沒有啦我覺得布羅利差的比較多 布羅利就是RBK的悟空 RBK的悟空 他們 太陽型態的時候真的是認不出來誰是誰的 你說變超賽的時候 對啊 真的是 這個是巴達克 就是在劇場版的設定 應該是說他沒有在本傳出現 他沒有出現在 鳥三明他自己畫的漫畫 也沒有出現在動畫 他是出現在 單純出現在劇場版 跟布羅利一樣 布羅利也是單純只出現在劇場版 那我這邊提的劇場版就是 所謂的七龍珠他們已經出了 這個院線版 就是只在電影上面放映的版本 那今年呢 預計會出第20部劇場版 哇真的是很誇張耶 真的是很誇張 第20部 一年一部也要 夢也才擠不來的啊 其實多來沒有好像也蠻多的 柯南我記得也蠻多的 就是你看日本這些長壽的動畫 長壽的IP都蠻厲害的 就是他一年出一個院線版 然後雖然說可能跟 也不是作者自己做的 可是都可以很蠻愛做這樣子 那 巴達克跟布羅利都是屬於劇場版的角色 那不過 他們兩位算是在劇場版這個人氣相當高的角色 我布羅利就不用提了 那巴達克其實也只有 你看我剛剛提過有將近20部劇場版 他也只出現過兩部 也就是稍微講一下 因為賽亞人那個時候 他們那個星球叫貝吉達星球 然後是被那個佛利札統治 對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 巴達克是下級戰士的隊長 下級 下級戰士 對然後賽亞人有分下級 然後跟上級 上級是達爾 因為達爾是賽亞的王子 他就叫貝吉達 對然後本人就要被吉達這樣子 然後所以 那個時候就是寫了一點點這樣子他的故事 然後做一個劇場版這樣子 我那天看到FB有人在share的影片 是好像墨西哥還哪個國家 他們包了一整個足球場 然後看超級 看那個七龍珠 對對對 那個我覺得也還蠻值得一提的 就是這個 因為最近其實龍珠超也一直在 播 現在播到130話 我記得沒記錯的話 130話 然後 因為已經接近到結局了 最終的決鬥 對就是最終 就是吉聯跟悟空 那 因為國外他們很瘋 所以他們 那個墨西哥他們就直接在那個 租了一個廣場 然後直接放給大家看 然後你知道現場是人山人海 沒有 重點就是 他們在放的還是盜版 哈哈哈 沒有 應該我理論上來講 就是 除了日本境內看的以外的 那個收看方式全部都是盜版 就是你要嚴格一點來講 因為要翻譯嗎 對就是你要 你要copy 然後上字幕 其實這種行為 都是要經過授權的 可是你沒有 經過官方同意的話 那這個行為其實就是盜版 這樣子 所以七龍珠其在南美非常紅 應該是說 這個 美語系國家跟 應該說英語系美語系國家都蠻紅的 包含那個 歐洲那邊其實也是非常紅 法國 甚至不是英語系什麼 法國啊 什麼 歐文 歐文 講歐文 講歐文 對對對 總而言之這個 七龍珠在國外的魅力 真的是無法黨 無法黨 真的是有一票鐵粉 之前我看過 看過好像有一個 黑人的年輕人 他就說 他覺得他一直拍 他就是拍一個影片 他就說為什麼我不是超級賽亞人 我現在要在影片前跟大家講 只要你有 每個人都是超級賽亞人 只要你有這個心 有這個權力 然後就在鏡頭前 啊 啊 超中的 就是快 喊到快報警 然後最後一幕就 也沒有變聲 然後就說 我是超級賽亞人 我叫什麼什麼名字 超中二的 那前一陣子 還有那個啊 我的兒子要叫悟空啊 就是一個人點一個讚啊 對啊 結果後來幾個讚去 一千萬的還是一百萬的光機 對啊 他是說 只要這個照片獲得一百萬的讚 那我的兒子就可以叫 我的老婆就同意我的兒子叫悟空 這樣子 結果就真的叫悟空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兒子長大之後 會不會恨他老爸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四代生出來的小孩子 名字應該都會很奇特吧 很中二之類的 對啊很中二 比如說啊那個 我姓張嘛對不對 然後 可能十年後的兒子 那個 點名啊 張童仁 星報器又攤起來 張童仁 十八童仁 然後隔壁同學是做那什麼陳佐柱 哈哈哈哈 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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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佐柱佐柱 啊同仁什麼事 這個作業來看 這個 這個世代都已經被那個 那個 宅文化影響很深了 有時候取名都會取得那個 喜歡的角色名字上去 對啊 不會想要取什麼很普通的名字吧 對啊 應該都會想要取特別一點這樣子 又好記 高明人啊 高明人 你說 你說 你隔壁人 對對對 那我小菜怎麼做 啊 扯遠了 這個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巴達克的宣傳影片 那其實布羅利跟巴達克已經講很久了 那 究竟什麼時候這兩隻DL遊戲角色要上呢 其實已經正式公布是3月28 會隨著 秋龍珠他第一次的大型更新一起上 那 其實這款遊戲 最近引起的這個話題也是非常多 包含我們前一陣子這個Sony Fox 跟Goji的兩次搶食 今天一次嘛 然後上禮拜又一次這樣子 那其實 這款遊戲的比賽 然後也 因為我們上禮拜也做了中文轉播這樣子 那目前得到的反應就是 大家覺得還蠻好看的 還蠻好看的 比賽內容也相當精彩 那我們在第二part的時候 會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好 再來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就是 快打旋風30週年合集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其實你不要看是我們自己 有在這個圈子現在還在玩的 其實有很多是Toy這個圈子 但是以前有在玩的 他們看到這個東西會很熱心 對啊 沒錯 這個歐美已經確定是5月29 那亞洲這邊是未定 從原本的5月29變成未定 因為其實他多送一個USF4 可能這邊 數位版的處理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我個人是覺得 覺得是這個原因 總而言之 大家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反正你都已經等那麼久了 我覺得再等一下 我覺得無所謂 好 那CPT呢 當然這個每年的訂番 就是等於是說 每年只要白金賽一開始 就一定會賣一個服裝 服裝是訂名叫CPT的 那大家只要買這個計票呢 有一部分的收入就是會給 哦 獎金嗎 對對對 做為獎金收入的一部分 那今年的Premiere Pass的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DBA的部分 我們有DBA 恰恰趕快坐 趕快坐 然後這個是收入 有人為了不擋鏡頭 又滾著進來 這次不錯 然後這次收入了Sakura 跟好鬼的新服裝 然後還有包含 這是第三季全部角色的CPT的特別顏色 然後 阿B你怎麼變帥了 廢話 阿B在這邊阿 阿B在這裡阿 阿B在這裡阿 阿B今天有請假阿 沒有啦他今天會來阿 幫他掛一下耳麥 他今天會來只是晚一點而已 等一下我一定要先講 我今天一定不會 因為我平常都平常時間 一般來說我都會頂多一兩分鐘 對啊 阿今天為什麼會遲到 因為我平常走 如果大家有來 我應該知道我開車來的話 我要上那個中正橋 對啊 我要經過廈門街 可是我已經進無可 我已經退 我覺得奇怪今天廈門街怎麼超級賽的 對啊 我也走廈門街阿 今天超級快 我不知道你幾點開的 我大概 應該比你稍微早一點吧 對 可是我上個中正橋的時候 我完全都動不了 結果我一上去之後 我看到有警車 有消防車 你有看到嗎 有阿有阿有阿 我想說幹哪 白癡在中正橋出車禍 怎麼可能 車速那麼慢 10速20的怎麼可能出車禍 對 你有看到那個消防車嗎 我經過的時候只有警察 我沒看到消防車 幹好像有人跳海耶 真的假的 阿不然怎麼會有消防車 然後那邊一直在旁邊 不然欸 有沒有聯絡RB阿 我今天來的路上是 你說的那條路上 廈門街有出車禍 有人車禍 一個那個 汽車跟摩托車插狀 然後那個 機車騎士倒在地上 沒有我在那個橋上 我知道你已經上橋了 我在橋上 然後橋上卡20分鐘 幹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想說現在用走的都比較快 結果我看到那 我不知道我猜的啦 阿不是阿 消防車也在那邊 然後一堆什麼跳 我那邊就 然後都在往橋下看 他真的會選時間 大家一起來找他 這個時間點也 很容易引起交通阻塞 總而言之還是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好不好 我們剛剛介紹到一半 這是CPT 2018的Premier Pass的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其實真的蠻漂亮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小英的新造型 這個算和服嗎 還是算浴也不算 因為他那個是褲子 就是比較日本傳統服飾去改 去改的 喔這個就真的是 這個男生 男生穿的叫什麼 我忘記了 胯嗎 胯 是叫胯嗎 你看這個有這個 你看有已經幫我找到新聞了 哇靠 女子落水 真的也 不能怪我哈魯 這不是我 也沒有人要怪你知道 不然你去找他 找到他 不要亂講話 他還沒一步 不一定怎麼樣 沒辦法講 這個是新的場地叫什麼 夏兜路 貝卡的基地 真的耶 你看到那個將軍的頭在後面 這好帥喔 還不錯還不錯 可是你現在場地越做越花 我覺得 比賽的時候真的是看得有點痛苦 就是 總而言之這個 Premier Pass會在 下一次更新 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上 這個 要買的可以準備好了 這個還有五個特別稱號 兩個特別的玩家主題 五千塊的Find Money 還有一個 特別任務 特別任務 以上 這個 詳細的上次日期 大家可以上官網去看一下 好 這個 當然我們除了Final Run的比賽之外 其實在 前天 也就是禮拜三的時候 禮拜三的時候 這個 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大大 SIDEGAMES 辦了一個非常大規模的比賽 那當然這個比賽項目包含了 Shadowverse 大家很熟悉的 暗影絲章 以及我們快打旋風舞 快打旋風舞的項目叫做白虎杯 白虎杯 那其實這個算是他每年都有舉辦的部分 而且獎金都十分的豐厚 我記得他的冠軍獎金大概是白金賽的兩三倍左右 好像是兩百 我記得是兩百萬日幣 兩百萬日幣 兩百萬日幣 所以也吸引了非常多日本的高手去參加 最後呢由TOKITO拿下冠軍 不過呢我覺得比較值得注目的是亞軍是MACHAPO 那天MACHAPO真的是有如鬼神啊 如果那天有看完那個影片的話 MACHAPO是一個日本高手 他用什麼 他用母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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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你還記不記得MACHAPO曾經在去年有贏過小象跟小寶 贏過小寶是我蠻訝異的 所以你覺得贏過小象不意外 怎麼可以贏小象 我怎麼可以贏小象 然後第三名是福寶 人家要退休還 不是 每一次都要嘴人家 好啦這個 這個白五杯其實 因為他就是一天就進行滿的賽事 所以全程都搶二其實蠻刺激的 蠻刺激的 那這個比賽內容也相當精彩 而我另外一個比較注目的是我們的MARGO MARGO在這一次算是全程使用RACIDO參賽 而且把板商直接2比0打下去 板商現在要板比啦 剛好是一對比較不利的對決 就是RACIDO打阿BIGALE 那個很好打耶 你說RACIDO很好打嗎 對啊蠻好打的 可是一個不小心也是會鬥討摘 你不能這樣子 他打誰都一個不小心都是鬥討摘 那個主要是因為 所以你覺得如果MARGO從頭到尾都不要犯什麼知名的錯誤的話 其實就會很好打這樣子 阿BIGALE是有一個攻擊力破壞那個有點過分以外 基本上如果是以角色對決來看 就是拳腳跟招式一定是RACIDO是站上風 當然你不能用那個角色做壞 因為我已經講過不能給他1100的血量 都給他那種破壞力 兩顆氣給他打400多滴有問題 主要是因為你說阿BIGALE會過分 或是被逆轉 像石油王被逆轉是因為 那真的是太過分了 他只被打了兩次就死了 你只要剛好阿BIGALE有支援 然後是最後一個燈 剛好你被打到第二下 那你一定要死了 對好那這個白骨杯 因為他是在這個OpenRAC這個直播平台直播的 那如果大家要去找重播 YouTuber可能會比較難找 所以去OpenRAC看重播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白晶會員才能看 有人講的是打贏小巷打輸小寶 對嘛我就覺得奇怪 是打贏小巷嗎 喔打輸小寶 喔打輸小寶 喔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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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所以他沒有輸 所以小寶沒有輸給他 OKOK 好總而言之 很好看阿其實昨天那場很好看 哪一場 Marchar Ball 就是打他打得很好阿 喔對阿 就古代大家 各種神對空阿 就是大家普遍不看好古代的情況之下 結果他居然跟TOKIDO打 他前面是被TOKIDO 我記得他還贏FUTO嘛 對 他是被前面 為什麼我位置變輪胎了 哈哈哈 你的代表阿 對阿你的分身 欸欸欸欸倒了倒了小心小心 然後後面他最後還reset 好像到了最後一燈 喔對 賣多幫啊 欸欸 你不是在那個洞裡面嗎 他好像被恰恰拿走了吧 他不需要他內建的阿 他內建 導播說在屁股底下你看一下 屁股阿 應該在恰恰那邊吧 恰恰的屁股底下看一下 你幹嘛阿 你整天沒有賣客房打一看 你賣客房打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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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欸 這兩個 好啦那 今天所以這個 白虎杯的內容 其實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那 當然這個 明天我們這個泰國的比賽 我們這個熟悉的這個冠軍TOKIDO呢 你看他Final Run拿亞軍 然後白虎杯又拿冠軍 然後明天又要去泰國打比賽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認真 他拿亞軍嘛對不對 如果是那個像如果這種 比如說預測冠亞軍有沒有 就跟買那個賽馬一樣 看我已經冠亞軍我全中了 你說你上禮拜的預測 我超強的 我爸爸就有全中了 我預測那個台灣選手順序我全中阿 小柏的廢物讓他丟我 我講說對 就是那個角色越強走越遠 沒有沒有 我們第二part的時候會公布那個 我們上禮拜誰最名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 也沒有人最名阿 大家頂多錯一個而已 也沒有人猜錯的阿 有人猜小巷第一嗎 沒有阿 欸 我也很忘記 沒有啦 對沒有啦 什麼 一定要故意提這個 為什麼我提這個 你們也沒下阿 好膽你們下小巷第一阿 幹講那麼多 講半天你們也沒下阿 很故意耶 很故意 你們有下嗎 沒有嘛 好啦這個 總而言之這個我們 等一下下一part會有這個 Final Round的跟這個 不過時間是不是還有點快 沒關係我們來聊一下好了 就是 我們等一下要看這個 Final Round的2018的這個新聞 應該說上禮拜的這個比賽精華 那還有這個明天泰國比賽的一個部分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就是 其實這兩場比賽是有那麼一點差別 就是 當然是白金賽跟積分賽的差別 那再來就是說 有很多選手就是臨時 宣布說不去了 包含這個 傑瓦啦 還有Infotation 他們原本都是有報名泰國比賽 欸 鷹瓦 什麼鷹瓦 鷹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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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重點啦 Infotation 不打很正常啊 他拿白金賽冠軍 要打亂去幹嘛 吃飽還嫌喔 也是啦 那傑瓦是怎樣 傑瓦啊 不知道啊 吵架喔 我們還不知道啊 問你啊 好啦 我們等一下都在做分析啊 那其實 可以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其實就是今天稍早的時候 這個 其實石油王也有在當現場 就是我們 Las Vegas那邊 成立了一個新的電競館 叫Eat Sport Arena 這樣子 那今天還來不及準備一些資料 其實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有非常漂亮的照片 就是那個電競館也是弄得 相當的有樣子啦 他那個樣子就很像是那種 魔技電競館大十倍 很大嗎 差不多是那種感覺 非常大 因為你知道在美國什麼就是 沒有什麼沒有就是地很大 對啊 就是每一個都可以那種 挑高幾米幾這樣子 然後整個環境 不過他那個比賽環境看起來 很像是就是 給PC Game拿來做比賽 因為他也是舞台電腦 舞台電腦這樣分兩邊這樣子 就是預設的設計 然後今天Goygi跟這個 Sony Fox他們兩個在比龍珠的時候 就是中間的那個台子放好之後 兩邊那個對戰台拉得很長 然後Goygi的那個耳機 一度有點太短 線很短 線很短 還好後來給他調整一下 不過今天的比賽內容 跟Final Run的上禮拜的比賽內容 其實有點差異 因為上禮拜Goygi比賽的時候 可以說幾乎是 雖然說前面是有來有往 跟Sony Fox是有來有往 但是到後來可以說是 一個六連勝把Sony Fox壓過去 最後是10比4獲勝 然後 比較意外的是Goygi居然繼續留在美國 然後來打贏了這個第二次的搶死的部分 因為 其實以一個職業選手來說 說他們還是要看贊助商 願不願意讓他們留在美國那麼久 然後 原本Goygi聽說 他原本是打算就是 美國那個比賽 Final Run的結束之後就回來了 因為 下一次他要去比NCR 其實還有兩個禮拜 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留在那邊 可是就是因為好像 也好像因為這個搶死的邀約 就是今天 才剛進行完這個第二次的搶死 他就直接留在美國 然後跟這個Sony Fox 一起住在這個 Justin Wong家 欸 Justin Wong家真的是 很熱鬧 大家都會想要去住那邊 就零食 選手村 有嗎 有住那嗎 對啊就住家子庭那邊 對啊 所以他可以住那 石油王也在那邊住 對啊 他家有那麼大可以塞很多人 他好像是透天 沒有很多人啊 這也寫得住我 透天 他家道裡可以塞過 他想把照片拿出來 不過好像不要好了 不要 還是要低調一點 石油王吸倒的照片 沒有啦 就是算了 沒事 那總而言之這個 那個可以說 那兩位因為在美國一起 應該說 待在一起的時間變長了 所以聽說他們也是 幾乎就每天這樣一起練習 所以 我才沒有咧 練那麼遠啊 還有練啊 那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Sony Fox 其實本身的 玩家強度還是 不會比 Gochi 差到哪裡去 但是就是因為我覺得跟 他們玩家風格有點關係 因為其實 Sony Fox 選的兩支 應該說他的隊伍組合 我們有 16號跟這個 希特 還有黑悟空 那 嚴格來講 這三個角色都有指令頭 就是黑悟空是那個 丟潰敗氣空的時候 後面會有 詐瑪斯出來抓抓 這樣子 然後 希特是會有一個類似 當身跟指令頭的東西 那 16號就更不用提了 他是有對空指令頭 跟地面指令頭 所以那一天 第一天的搶石 跟那個後來 Final Run 青龍珠比賽看完 我就覺得 Sony Fox他的打法 跟台灣一個 玩家非常像 威力 不是 ET 你超強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講這個東西我們三個都 就啞口無緣 因為我們真的不會 沒有 瞬間覺得你好像很神 玩家風格啦 就是 因為你看他選的角色 然後跟他的打法 然後再加上 那種 那個比賽呈現出來 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 你 稍微懂一點點格鬥遊戲 你就會知道 就是你看那個比賽 你就會知道說 他都 這個地方他都用拆了 然後都拆對這樣子 稍微懂格鬥遊戲 就知道 狗一集是不是放水 有要提放水 狗一集輸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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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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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屍打完了 槍屍打完了 誰贏了 就Sony Fast贏了 還好沒有 夠一集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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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賭一對啦 上次不是有壓住 那不是有壓嗎 我們第二怕會做結算 我們第二怕會做結算 夠一集贏嘛對不對 對啊夠一集贏 我想說美國怎麼可能打點日本人 那不是千古兵的道理嗎 不過其實兩邊是 前半段是有來有往 其實那個分數是搖很近 可是你知道 日本人打 就是如你所說的 日本人打長盤是真的很厲害 就是大家的印象都差不多 對他們不管是下載也好 就是那個臨場應變也好 還有一些抓習慣的東西 然後到後面就是 夠一集完全掌握這個 比賽的情勢這樣子 不過 幾比幾啊 第一次搶10是10比4 10比4 很弱耶 然後再來 然後今天又辦一次嘛 10比7 7 還是很弱耶 沒有沒有 那其實對戰內容是還不錯 我跟你講 如果要是比搶6的話 Sony Fox就贏 又要講這個 搶2Sony Fox也贏 搶3Sony Fox也贏 他先搶6是不是 對 就是他都有一度 Sony Fox都有一度領先過 都有一度領先過 但是 勾集一贏的時候 就可能就是二連勝三連勝 然後這樣直接過去 OK 對差不多這種感覺 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這一次也是 我第一次個人嘗試這個 做七龍珠的國際賽事 中文轉播 然後那一次因為是禮拜 在1的凌晨1點半 也就是禮拜天的半夜嘛 那我很擔心說 因為這是第一次 做這樣子的轉播 然後想說 可能會不會沒什麼人看之類的 不過那一天 要感謝大家捧場 那一天 中文轉播有達到 1200多的人來看 你說七龍珠喔 對 那是因為野人在卡普公公 背後面想騙我 沒有在前面 是嗎 因為八強是在 禮拜一的早上7點半嘛 然後 七龍珠是在凌晨1點半 因為我看你的八強賽跟之前 反正就是 不是八強賽 好像六四強之後 馬上有七龍珠啊 沒有 沒有接著啦 就是 中間休息一段時間 對 沒有馬上接著 我看到你要七龍珠我就關掉 沒有啦 你說的那個是 搶食的轉播 我三天都看完了 你看我多認真 是因為有外差嗎 沒有啊 就邊打天堂邊看 不然呢 我覺得重點是天堂吧 沒有啦 我很少會把表情 第一次從第一天看到最後 我把我全部都看完了 因為 預賽其實就還蠻精彩的 其實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 光快打的預賽 其實就還蠻精彩的 因為很多 那個 出破的時候 就已經是 硬碰硬的對決 我記得像 我記得像 版桑跟Nemo 好像就是六四強的 第一海第二場就遇到了 對 然後前面其實我看完 我都覺得還蠻好的 就有一個地方 看到有一個對戰 我看的時候我蠻難過的 什麼 我就輸了 看到那個偶像輸了很難過 你偶像 你說殺口嗎 沒有看到梅圓輸了 我就很難過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欸梅圓是輸給小巷呢 真的喔 你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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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不知道吃什麼 春藥好強喔 2比0年過去 那一天真的超開心 好不好 那一天真的超開心 好啦 後續的部分 你真的是很會 後續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第二part 會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好不好 這個 我們在進廣告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這個 我們泰國的 兩天的比賽 全程會有中文轉播 這邊 感謝Z的幫忙 感謝 Z真的是每次都被我擄啦 因為 其實像這種事情 其實嚴格來講 不會是他負責 應該是說 我要去直接跟泰國的 那個賽事單位聯絡 但是 那你不會講泰文 你確定要跟他講泰文 你確定要跟他講泰文嗎 你也不會講英文 沒有啦 我英文可以 但是 有這種事 英文轉播 就是 如果要講快打的東西 跟比賽的東西 我還可以寫個Email 這個我還有自信 那我覺得這次比賽 為了要讓盧比可以走上國際 因為國際其實很需要 所以我們來做英文轉播 國際 本來就是很需要那種 就是 一些英文轉播的嘛 可是怎麼看都是一些 都不是台灣人的面孔 所以你為了要把自己台灣人 推到國際主播 去說英文 所以明天的盧比杯 快打比賽 他全程用英文轉播 石頭用 中文 配那個 翻譯的 所以不用怕 聽不懂 我只是加一個台語轉播 沒關係 你明天就跟我 這兩個人就跟我英文轉播 全部都英文 我看你 我看完全全程都沒有聲音 都沒有人講話 全程敬 Succo is good Succo is good Succo is good Oh no good 如果你有看今天 今天那個 勾一起打 那個 Sony Fox 轉播 就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這樣就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 因為其中豬那個 比賽節奏太快了 你沒有辦法去細講很多東西 然後老外 他們播報又很隨性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他們又很喜歡看到 Sony Fox 用16號去灌人家籃的時候 Song Cap yo yo yo我 然後你就看 respond下去 然後這樣子 quatro 就是聊天嘛 跟觀眾聊天 打屁聊天這樣子 聊一聊就被人家告之類的 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 那個總而言之我們會 等一下會來這個 白金賽戰後報以及泰國戰前報 大家不要錯過了 我們休息 這一part幾分鐘 5分鐘對不對 好 我們休息5分鐘廣告之後馬上回來